蚂蚁大反日30亿豪门失宠幽夫王权人桃花旺 一人蚂蚁2014年与王永庆长孙王权人结婚,育幼一子,家庭生活幸福 不过,有媒体爆料目前蚂蚁与老公王权人感情生变,并且已经悄悄带着儿子返回日本定居 也有命理师断言,王权人今,零两年桃花旺,蚂蚁若要婚姻顺遂,要等四年后夫妻宫才能走稳 蚂蚁在2006年独自默默带着儿子,回到日本定居,因此传出与老公王权人婚变消息 甚至,短期之间没有返台居住的打算,因此已经让儿子在日本就独幼稚园 而藤爱孙子的爷爷王文权,更时常搭机前往日本探望孙子 至于老公王权人,则因为工作繁忙,与蚂蚁聚少离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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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人桃花相当旺,蚂蚁若想苦尽甘来 需要再等待四年左右,夫妻公才会走向平稳,所以平时需要多忍耐,照顾好儿子,维持自己良好的形象,方能坐稳台宿长孙席的宝座 而也有周刊接收爆料,支撑王权人每月支付新台币50万元左右,给予蚂蚁作为生活零用钱 但是,作为豪门媳妇,老公王权人也因工作忙碌,无法时常陪伴身边 也让蚂蚁感到寂寞,空虚,目前只能把生活重心,放在照顾儿子上面 这是为豪门的原计划,对吧,为豪门的原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